左手科技右手狠活 随着网络上海克斯科技的大伙 揭开了某些食品的遮羞布 什么三花淡奶合成牛排 僵尸肉甲蜂蜜等等 折射出了我们对于饮食的焦虑 对于食品添加剂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排斥感 难道零添加纯天然才是食品的最终形态吗 答案是no 面对食品添加剂 我们还真没法做到彻底的摆脱 目前超过97%的食品中都使用了各类食品添加剂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将它们分为23个类别 其中包含常见的香料防腐剂蓬松剂 着色剂抗氧化剂水分保持剂等 食品添加剂的目的在于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 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 除了人工合成之外 同样也包含了一些天然物质 那我们又该如何快速判断食品添加剂的好与坏呢 先看产品配料表中的添加剂是否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内 再根据它所在的类别判断是否适合的使用 假如是小朋友使用 那就尽可能减少色素食用香精卡拉椒的摄入 假如是中老年人 那就要注意一些腌制食品和加工肉类的摄入 因为大概率会含有亚硝酸盐 其实只要在规定的使用量范围内 符合添加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就是合法且安全的 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违法添加剂